小帥 董妮 哈囉各位LIVE神號好康的觀眾們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直播主持人點點小帥董妮 好的咖啡也知道好的機器台也可以做得出來啊 就是我剛說的膠囊咖啡機 膠囊咖啡機 可是我對它印象就不好耶 不會 它有多好等一下我就告訴你 那我們今天因為它這台很可愛對不對 這台咖啡機 它是雀巢的多去酷絲膠囊咖啡機 有沒有很可愛 我對它很厲害 可以換色 對它可以換色 而且你看我們現在就直接先放了這個綠色 就是神腦的吊子 神腦色 然後它換的話很輕鬆 我示範給你看 它有兩個顏色 三個顏色 綠色紅色跟藍色 在那個裝水的這個容器 後面有一個那個 它的凹槽 你就一拉它就拿下來了 真的很容易完全不用出力 然後那個彩色的背板這邊就往後撥 你就拿下來 你想換什麼顏色 換這個紅色好了 好 其實它這個顏色啊 你可以根據家裡或辦公室的那個 裝潢啊或配備去更換 對 或是看你的心情 你今天想換什麼顏色就換什麼顏色 它其實你只要插電之後呢 它本來就是休眠 它會是紅色的 那你就是稍微轉動它一下 它就會變成綠色了 對 開那個 開關是不是非常容易 插電然後摸它一下 它就開了 那這個是 喔這個喔 它是那個 有七段的那個水量控制 就從這邊撥 所以不用擔心說 比例 對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它的那個小巧思在哪 非常貼心設計 對 然後在上面這邊呢 它還有一個開關 有紅色跟藍色 你如果往紅色那邊撥 它就是會出熱水 那你往藍色這邊撥的話 就是一般常溫水 那一樣 後面這個地方裝水的話 你就是裝一般的常溫水就可以了 那其實一般其他市售的膠囊咖啡機 它沒有到我們這一台咖啡機的容量不大 這個有一公升 它至少大概可以煮出四到六杯的咖啡 那一樣它就是 也沒有方向性 你就直接放進去就好 然後 我看到是不是噴噴了嗎 然後你就壓好 壓好之後一樣就是輕輕鬆鬆鬆的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但是我一直不小心按到這個開關 這樣子 然後再把它的蓋子蓋起來 現在它在第四格 但是我需要到第五格 來 這裡 往上撥 對 就是把開關轉到紅色的地方熱水 那就按下去 它就會開始煮了 就是這樣 1 有點數到1 它掉出來 對啊 就是很快啊 5秒瞬間加熱啊 很容易 對啊 是不是 而且味道出來了 因為那個什麼 好香喔 最重要的就是奶泡啊 對啊 一樣它上面也是會告訴你 就是水量要多少 這邊是兩個 嗯 對 OK了嗎 Q好了喔 好 硬要放在我邊這邊 好然後一樣就是再把它蓋起來之後 再把它 送進它的那個接收器的那一排 蓋子蓋起來 它就是接收器啦 有 緊張嘛 第二個 兩個 然後一樣再轉到熱水的地方 好 你有沒有連蠢蠢蠢蠢蠢想要吃飯 等一下我會讓你吃飯 等一下我會讓你吃飯 很快耶 是不是超快的 哇 真的超快的 香味了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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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的時候一直聽到那泡泡的聲音 很療癒 新發課耶 是不是 我是 哇 再加一分鐘 輕輕鬆鬆享受星級咖啡 有推出這個嗎 很 很久之前 以前還沒有那麼習慣喝咖啡的時候 我有吃喝到美式但是有嚇到 因為苦 對不對 對 你知道仙女是不能吃苦的啊 仙女下凡就是 你要講幾十仙女 小姐姐 小姐姐不能吃苦 如果你家裡是同時來的四五個朋友 拜託 五分鐘 那咖啡全部煮好了 就不用再等 對阿 又不用有人出去 而且又有質感 對阿 在外面買的泡泡 水手蜜子杯啊 是很好喝 有怎麼樣 非常好喝 當然有阿 不然我怎麼會介紹你這個 好啦 那我還是想要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它操作便利 然後清洗非常的容易 輕輕鬆鬆在家 就有那個高品質的 咖啡享受 那這邊就跟大家說拜拜咯 拜拜 趕快去買咖啡器 快來買